全面改革民房行動架構是保安範疇2018年的施政重點 在特區政府優先開展的十項防災減災重點項目當中 有三項分屬保安範疇 包括修訂民房法律制度 制定由民房總計劃、轉行計劃及部門指計劃組成 加應急預案以及建設應急指揮應用平台 平台下設五個指系統正是進行測試及優化 預計今年年底可以全面取代現時的動態訊息處理系統 民房架構亦舉行代號水晶雨的颱風演習 模擬澳門遭受超強颱風及風暴潮的侵入 藉此測試颱風期間風暴潮低瓦地區疏散撤離計劃及應急指揮應用平台的實用性及可操作性 這次演習亦首次邀請民間社團參與演習 目的是加強政府及民間的合作 提升社會整體應對災害的能力 演習過程大致順利 另外為了回應社會發展形勢 政府正制定民房干擾法及兩個配套性行政法規 包括建議成立一個獨立且行常持續運作 專門預防及應對安全事故並跟進善後價專責部門 希望推動民房強勢統籌調動社會共同參與 軟硬件的完善及商戶配合亦十分重要 除了添置一系列專業的應急救災設備之外 保安部門亦都聯同其他民房架構成員 開展民房安全的宣傳教育 邀請青少年參觀民房行動中心 印象中對民房工作的認識 自有在風暴期間 民房中心會透過一些社交平台發布一些信息 所以今次參觀民房中心 可以令我更加了解到一些關於民房工作的知識 這裡有很多先進的設備 然後令我覺得背後有很多人都在幫我們監察周圍的環境 作為總結我個人認為除了要有完善的制度基礎 高效能的民房體系必須要有市民的協助 才能夠產生最好的效果 所以在未來警察總局將會聯同各民房架構的成員 持續優化各項防災減災的工作 並努力做好宣傳教育 以提升政府、社會和市民的安全意識和聯動能力 使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工作做得更好 從中就開始被推測到 任何速明確を導致 見歸層的環境 總裁出發公共事件的脳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